世界的亲自白胎 无外乎形与色 而它 凭一双灰烟 便可实为便水 并编号 建厂随机选出一片花瓣 请挑战者进行观察 从30部手机屏幕中辨认出它 第一个挑战 白领挑一 3 2 1 开始 这个大小颜色几乎接近 而且普通肉眼是很难去辨别 今天的这个分母是不够多的 但是我今天所能看到的细节 我觉得是已经足够多了 iQo New它是有屏幕校准系统 能够显示出更多的画面细节 难度升级 察言观色 每个颜色都有专属的CMYK标准值 请挑战者在有限的时间内 熟记墙上所有色卡的CMYK值 并根据iQo Neo5屏幕中显示的RGB颜色 写出相应CMYK值 误差值在正负三以内为挑战成功 开始 CMYK的RGB 我们这套度是很大的 如果这个屏幕显色不准的话 它对我们这个显色的挑战难度 是会大大增加的 所以屏幕颜色校对的精准性 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它不在于你的分辨颜色能力怎么样 而在于手机是否可以准确的显示出色卡的CMYK CMYK我们指的是印刷色 通常都是在纸面上的 但是所有屏幕显示RGB的 是内发光的 内发光的能不能跟这样的现实中的能够匹配上 那对于这个颜色还原来讲 是要求很苛刻的 我也听说这个手机是用的是双心 有一个独显芯片 看来还是很不一样 这台iQONU5它是搭载的独显芯片 具有非常精准的色彩还原的功能 它是可以从帧率和色彩两个维度来提升显示效果 还原细腻真实精准的色彩 终极挑战 微观变化 设置两种不同光源 并用100部不同品牌的手机 来展示这些不同光源下的细节照片 其中95部手机为其他光源下拍摄 仅有5部手机为现场光源下拍摄 挑战者观察现场光源下的原画 在100部手机中 找出5部现场光源下拍摄的手机 可以了不用看了 它对屏幕的一个色彩效果要求是非常高的 如果效色不准的话 就可能会找出答案 对 最后公布答案 这5部手机均为正确答案 不同的手机有着不同屏幕的处理方式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有些手机的屏幕处理的过艳 有的时候处理的又过灰 在这个游戏里 最接近于真实颜色还原的手机 就是我选出的iQo Neo5 iQo Neo5屏幕独立显示增强芯片 能够带来更加流畅的视效和鲜明的色彩 它也是精心调校每一块高品质的屏幕 精准真实的色彩校准 让我们显示效果达到最佳的状态